老闆啊 我回来了 哎哟 老头妹 你可回来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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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好的呗 挺好 挺好 老闆啊 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嗯 有喜啦 什么 有喜啦 别闹了 你都五十了 还有什么 不是我有喜啦 是你有喜啦 撕了头子 你中奖啦 我 六十万呐 你发烧了吧 我中啥奖啊 我发什么烧啊 那铁领电视台 滚动播出 你可拿滚半下午来 有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 就你给一个长条桌子前面 完了 给钱 递你个票 就那发票中奖了 这啥天的事呢 我这不知道呢 哪发票啊 不是 我都眼看你出来大一块豆了 发票呢 啊 哎呀 这不就是吗 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 我对对啊 哎呀 一模一样的 老伴儿啊 六十万嘛 六十万 六十万 上哪里呀 这上面不有地址吗 嗯 红浪漫 休闲喜遇 桑拿中心 消费金额 一万两千零 七块钱 你洗澡去了 洗 洗澡了 走到那领一下 先别着急领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不是我花的 是我们那个老总 过年来请我洗澡 你看我的钱拿回来 十月一一走的 这不一万八吗 这都给你 哎呀嘛 种这些呢 不是 你洗没洗吧 我洗了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 你这种的比那花的多多了 你还 不是 你沿着请客 你也不能使劲获惠呀 我咋你怀疑我呀 我都不怀疑你 咱俩过这些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呀 关键 你说咱俩去领奖去 人家记者问一下 问你说大呀 你咋等的奖啊 你说我洗澡去了 我花一万二 我中六十万 你洗澡花那么多钱 这钱还真不好领的 那人不要了啥的 不要也不行啊 那电视是你给他滚的 哎呀 我想起来了 仨人 还有咱腿刘老四 还有他儿子刘老五 一二四千 那也多好 他俩回来呢 回来了跟我一起回来了 赶紧把他叫回来对对 我给他打个电话 确实这个事是个事 老四啊 你到家吗 你别进屋了 你和你儿子老五 你俩来 那个什么 你嫂子吧 说有个事对不上了 赶紧过来吧 当面对 当面对 你快点吧 你到这来你就如实说吧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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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想过去一场 这还没到家呢 啥事这么急 你大爷打电话 挺急的 说有个事对不上 儿子你到那千万少说话 听什么 你大娘的性质我丑都嘚 那我不去 你不去行吗 你咱啥个的事 那他又问我咋什么 问你就说不知道 老四来了 坐吧 你站起来 你俩能让我省点心 干啥呀 坐吧老四 给你大娘半年呢 大娘晚上好 过年就坐吧 没事啊 老四啊 在外边挺顺利的 老四 儿子咱顺利不 我也不知道啊 顺利不顺利咋不顺利啊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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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来多少钱呢 大爷我应该拿回多钱 你拿回多钱是你的 我钱都交了 咱俩一边多 话多 话多 嫂子 我跟我大叔咱俩一边多 一边多不也有个数吗 你拿回来多少钱 你猜 你干啥啊 你要你猜啥 你就说多少 是 哎呀妈 没事呀你整出事 话太多了 儿子我拿回多钱 不知道啊 那让我哥你妈呢 你别像我 我妈不死了吗 你干啥晚上 他妈都死二十年了 你嫂子也知道 你啥这管干啥呀 就说呗 不是这个事啊 那我拿回三万 对上了 哎 你加班了 他说你钱丢了 什么我钱丢了 你怎么能拿回三万呢 你出了吗 你钱 你钱我还没出 你这不三挝吗 这不逮着胳膊去吗 就是我那钱呢 就逮什么你都拿回来 那不你俩的呢 你俩加在一起三万吗 对啊 对啊 你多少 一万二 你呢 我一万八 你这不对上了吗 对上了 对上那我回来 也给我整一身汗呢 别哀哑 没对正事儿呀 走 你就直接问他得了 就是洗澡那事儿 那是你们洗澡了 哪次啊 咱一共洗多少次 还不 咱们总洗嘛 总洗的是大动欲词 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 吴总请咱们那次 洗最狠那次 那是 红浪漫吗 对 红浪漫对 哎 哎呀 啊 就吴老板请那回啊 对啊 哎呀那回洗的那个 吴老板 真没拿我们当万人啊 大哥 这样说 说吧你就是 快说吧 别整声啊 你要说我说吧 我爹说不明白 大娘啊 红浪漫 太好了 现在做梦还想 那第一会儿就不说 那保安 太潇洒了 我就想当保安 吴总拉了我们 给大门刚一进来 你看那保安 对 来 又让你有车位 来 跟我来 那又打坐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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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好嘞 六千钢 我走了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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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鼓子我行啊 你听我说 嫂子 你真应该让我大哥 领你出去见见 就我长这样 那玉石人的门呢 都老尊重我了 我往那一上 那玉石人的门 自动 就开了 当时我大哥说 别动 电梯 我就卖下你了 然后待你等 等五分钟 也没往那升啊 我回头一手 赌一堆人了 我就听人抄了 抓紧时间往里走 我等着上个啊 一会儿上楼开会 对 对 你喊得很对 爹 别这么喊的 身往好 乖乖 红了吗 端手牌拿好 拿去 拿别塞 带来 这叫呢 这? 这跟你说 就这样一事? 这孩子一手 你当保安裁 把我把钱 我让你去 我把我把钱 真太好了 就是你一进都不过 那误气糟糟 就像王五娘那样攀到位置 当时我仔细一看 底下有个大石子 我大哥懂了 我大哥说 先别动哦 别人造人家一笑 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子 我大哥就上去了 上去了就来 我大哥就坐里了嘛 坐里就这样 就小鱼啊 就过来亲我大哥腿 当时给我大哥亲的 哎呦 小鱼是谁 是小鱼 多大岁数了 别问呐 呸 要不要你那老脸了 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 不是 你听啥呢 小鱼不是小鱼 是吃那鱼 现在鱼吃人了 小鱼温泉都这么大啃腿 您咋说的 你跟你跟你跟你爸娘说 我不乐听你说 还问你实惠你说 是是鱼 有那个鱼 鱼 那叫小鱼温泉吗 啃腿 可响那样的 完了我 不知道了 我怎么能不知道 你大爷谁呀都上了 完了他就上楼了 我俩回工地了嘛 对 你俩回工地了 嗯 你上楼了 嗯 画一万二 你发多少 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 你大哥上楼了 花一万二 这发票给这的 我不发香 嫂子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我大哥跟你肯定是 争以后的上楼了 他上楼了呢 我跟我儿子 咱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 我说咱俩回工地吧 干啥呢你啊 干啥呀 大哥你这事我帮不了你呀 什么我帮不了 你说明白了你就走了 我怎么帮你说明白了呀 怎么的你啊 大会你说你这人怎么 现在怎么这样呢 人家吴总啊 相信你了 要你带我俩去洗澡 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 你不照顾人家吗 不是 我还想问您俩 这钱到底咋花的 你问谁 你问谁 你说你这 我告诉你老师 你要来你这样 我不领你 爷俩去了 咱俩还能跟你去吗 你俩通关不说实话 今天我就 你少在的 我就冲灯说话 我要出花一分钱 苍天再烫 我留了四枚 凑花一分钱 我留了五 除了捞点鱼 剩啥没干 你干啥呢 起来 你准备的贵 你干啥玩意呢 捞鱼啊 捞温泉里那鱼了 对就砍腿了 对 要是你这孩子 你捞那鱼 有啥用呢 你啊 我没想捞过 你可池子里一出来 那鱼就飘上来了 我一看那是 咔完你腿中毒了 我还怕别人罚你 我好心拿了塑料袋 我就都回来了 你都回来了 你拿家来了 有用吗 咋没用 炸那鱼酱 你不吃的挺香的 那鱼酱是当那层里的鱼炸的 啊 你我的妈呀 对上了 那个鱼特别贵老伴 那是训练出来的 一条的一千 十条就一万 你捞多少条 十多条 那就对上了 没那么贵 我打成了一百块钱 都买一堆呢 费什么货 你大爷费多少兴致 好能对 好能上了 行了 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你别老伴 你别听他瞎说 你 我就告诉你 咱们哪 别这个事啊 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 让他爷俩这一说 把我说糊涂了 咱也别着急 别上火 钱咱不要了 我以后 结果我不洗这个澡了 我一年都不洗好不好 冲击网 冲击网 新家 我觉得这么 我告诉你 谁啊 干啥啊 我不知道 这有计划彩灵吗 嗯 这谁打的这 你声号啊 声号啊 声号 大约会由我出去接着 别发 老伴咱们按免提哦 让大伙听吧 谁啊你这这洗刷水一刷 都不要洗了 大国年代这么大脾气呢 你谁啊你 我吴总 你吴 哎呀 哎呀对不起啊 吴老板呢 你好啊 啊 你中奖了 知不知道啊 我不是中奖 这事我知道了 现在吧 回来说不清一个事 那天那消费啊 我老伴可这款 那什么 我老伴跟你说啊 你客气点 喂 那个吴总啊 哎 嫂子好 你好啊 谢谢你啊 对我们照顾挺好的 大哥说了 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呢 哈 那你挺舍得花钱呢 领他们三个人花一万二 你这 嫂子 你误会了吧 我请六十人 我们工地六十个农民工 我心事过年了 请他们洗个澡 干干净净回家 吴老板你说一下多少 咱公地六十人都去了 六十人 那怎么我们这没看着呢 你们分批去的 你是最后一批 哎呀妈呀 这扯吧你 那六十人 那这个我回头 师傅把票给你拿下 这你花的钱呢 老赵大哥 我看电视了 你是第二天走的 要是头点晚上走啊 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 对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你的幸运 这个钱呢 你们自己处理吧 哎呀好啊 谢谢你啊 记着啊 啊 回来前把那个发票给我带回来 谢谢谢谢 最后呢 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 祝你这新的一年礼 事业腾飞 蓬勃发展 可能撂了 哎呀妈六十 六十 哎呀 这脚把我折腾的 一盒合二百 二六一万 老伴 老伴 干嘛 过来 干啥呀 送你三个字 对不起 是我错了 错了 你以后别走 我还给你瞅啥呀 不回家 我不是担心 我不是担心怕你走时间长了学坏了吗 哎呀 干啥 干啥呢 回家 你愁起不惯了 你没听发票中奖了吗 对对 我说大哥你先停啊 那个咱们把那中奖的钱咱抓紧喝一下吧 中奖跟你俩没关系啊 咋没关系 这不咱三个洗澡中奖嘛 咱三个洗澡不假 那是头天晚上 你们不当天晚上走了吗 往我上楼睡着了吗 早晨起来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 我说我们老板花钱 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 你得掏七块钱 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 那七块钱就这么种一下 这七块钱可以给你 我说咱那种两个钱咱们分一下了 你得知道呀 给老四你还要抢钱是啥 吴总啥说的 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 让我自己处理 不对 那吴总是这么说的 说你们自己处理吧 你是你 不还有门呢吗 门不就我俩吗 行了老板 我听明白了 人家老四说的对 不光你们最烦善门 还有五十七善门呢 六十善门六十个家庭 平均分了 一人一万 让大伙都过个好年 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 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 老板啊 钱不是问题 钱那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 感情是最重要的 继续 行啊 分了 你干啥呀 干啥呢 我想你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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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